记者红素金综合报道证人说今年以我是自愿他杀了我在亚洲电视大奖二度封地 图76原子提供2022 Asian Television Awards亚洲电视大奖作 一日于菲律宾玛尼拉半颁奖典礼电视电影 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喜亚洲最佳电视电影奖与亚洲最佳男主角双向奖 其中男主角郑仁硕更在2018年便曾凭借迷你剧薛丁格的猫拿下2018 Asian Television Awards亚洲电视大奖男主角奖 今年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在亚洲电视大奖二度封令他又惊又喜 郑仁硕透露此次得奖对他来说注与众不同的意义 很谢谢亚洲电视大奖再次我最佳男主角奖的肯定 我很荣幸能跟这么多秀的演员一起入围 也非常感谢全体工作团队他们才有这部戏 其实这次拿奖对我来说感觉常特别非常奇妙 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次出国就跟父母来到菲律宾 长大后父母不在了我再次访菲律宾时就是这次拿奖的时候 所以这个奖我来说意义非凡 郑仁硕拍摄时一度怕自己太入戏走不出来 图76号原子提供郑仁硕在中饰演男主角刑警周行 身为全剧唯一什么都知道的角色 郑仁硕笑说这个设定正是挑战最的地方 我明明很清楚剧本走向跟角色发展 但开机却要全部丢掉 让自己完全抽离什么都不到 这是最困难的 他更透露自己拍摄时一度怕 己太过入戏走不出来 觉得要让自己把压力试出来 所以一下戏就尽量让自己放松 开玩笑 好 角色与个人状态可以完全切割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